娱乐圈樊胜美说的就是欧阳娜娜吧 2020年余正兴去当家主母宣布杀青 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欧阳娜娜的亲妹妹欧阳弟弟也在其中 因此大家怀疑欧阳弟弟是靠姐姐才搭上余正这条线的 毕竟欧阳弟弟的长相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并不算非常出众 所以靠自己攀上余正这棵大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眼看这样的言论越来越多 余正第一时间发声回对 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欧阳娜娜 欧阳弟弟的角色是她靠自己失戏得到的 但是针对这个说法网友们并不相信 因为欧阳弟弟可以说自初到起 资源就全靠蹭姐姐的来维持 自欧阳娜娜凭借与刘浩然CP走红又在偶像来了中 打响天才大提琴手的名号后 她就走哪都不忘带着妹妹欧阳弟弟 正因如此欧阳弟弟凭着姐姐的名气正式进入了娱乐圈 而欧阳娜娜也在这时化身成了反胜美 不仅要给姐姐欧阳妮妮介绍资源 还要带着妹妹到综艺上混脸书 2017年欧阳娜娜又带着欧阳弟弟 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元宵喜乐会 出场娱乐圈好处的欧阳弟弟 当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便开始了模仿姐姐的道路 欧阳娜娜靠小提琴出名 弟弟也就走音乐方向的小提琴 欧阳娜娜拍vlog在国外走红 她也模仿姐姐拍视频 只不过没坚持多长时间就放弃了 而这种东施笑评的伎俩 并没有掀起太大水花 于是心有不甘的欧阳弟弟 在2019年让自己有了第一个热搜 只不过这条热搜的数据属实没法看 只有八条评论的热搜 就差把冲了钱打在屏幕上了 经过这次试水 欧阳弟弟算是血聪命了 一门心思靠着姐姐吃饭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为这个家付出如此多的欧阳娜娜 早前却并不受姐妹待见 爆红钱爱搭不理 走红后百般献媚 欧阳一家到底是什么畸形的感情 2018年靠着姐姐登上王牌对王牌的欧阳弟弟 在节目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娜娜是她学习的榜样 乍一听还以为两姐妹姐妹情深 其实只不过是妹妹欧阳弟弟的见风使舵 早前在欧阳娜娜还未出名时 一家人做可康熙来了 过程中欧阳娜娜全程坐在最边上 主场全流给了姐姐和妹妹 并且姐姐和妹妹能一同表演节目 而欧阳娜娜只能呆呆地坐在一旁 仿佛像一个局外人 欧阳娜娜还曾自爆过 在家中弟弟妮妮和妈妈很亲 自己则跟爸爸很亲 虽然是同一个家庭 但却因此形成了两个派系 所以曾经的欧阳弟弟几乎不理欧阳娜娜 后来欧阳娜娜成名踏入娱乐圈 她才开始一口一个姐姐叫得亲热 只不过镜头前角度轻捏 镜头后却一刻没让欧阳娜娜省心 在王牌中欧阳弟弟写的信还有后半句 她说感谢娜娜无限包容她的坏脾气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 就算是半年赚七千万养家的欧阳娜娜 也得忍着她的臭毛病 她的父母更是直言不讳 弟弟在家里是脾气最坏的一个 只是还好弟弟只是在家中发发小脾气 而姐姐欧阳妮妮就不一样了 直接想把妹妹拉下神坛 在欧阳娜娜差点被封杀的路上 倾解欧阳妮妮的功劳可不小 2018年10月 欧阳妮妮因为妹妹的牵线 接到了森马的一个合作 谁知欧阳妮妮到北京工作之后 居然说这是出国工作 这样的发言不仅激起大家的怒火 还差点毁掉欧阳娜娜的心图 几个月后风头正盛的欧阳娜娜热度暴跌 并且反是出现欧阳娜娜画面的 全部被电视台打上了马赛克 而在大家搜集的各项罪状中 有一条正是她姐姐欧阳妮妮的不当发言 随后欧阳娜娜立马站出来表明立场 这事儿才告一段落 而欧阳妮妮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坑妹妹了 早前欧阳妮妮因为在外套中发现了200块钱 而被台美大肆宣扬 于是就是这么无聊的新闻 在欧阳家的操作下 直接破了台湾事实浏览记录 欧阳妮妮也莫名其妙爆红 当时没有任何作品的她 却能连接六个代言 并且在谈及此事时 欧阳妮妮总是若无其事地炫耀此事 正是这种态度让不少人开始抵触欧阳妮妮 而欧阳家的做法却是 将不在台湾的欧阳娜娜召回到岛上 让她办了三场大提醒一眼 帮姐姐改善路人员 转来转去转一天就超过几十万人 然后后来娜娜又回来 为了这个做一言三次 可惜尽心尽力的欧阳娜娜 并没有收到姐姐的好脸色 还被姐姐接连内涵 2019年欧阳妮妮在拍摄Vlog时 嫌弃用的面膜太大 于是来了句应该给欧阳娜娜用 她的脸比较大 并且这都是她贬低欧阳娜娜的常规手段 有此欧阳娜娜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张照片 欧阳妮妮就在下面阴阳怪气地说 这张照片我要叫你姐姐 内涵欧阳娜娜显老 之后还拐弯抹角地说欧阳娜娜胖 面对这样的亲姐和亲妹 我算是知道了欧阳娜娜为什么这么绿茶了 天天要对付这么一大家子 没有点手段还真不行